哈喽,欢迎收听薛丽令拆电影 目前幕后那些事,我是薛丽令 最近电影《沙丘》在国际上盛大宣传上映,很热闹 这也是在疫情中一部史诗集 希望能带给大家力量,获得娱乐,休闲,释放的电影 在去看电影之前,我没有看过小说 我只是先简单了解了一下这部 大家引颈期盼的著名的科幻小说《沙丘》 被翻拍成电影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小说在1965年就问世了 那问世便获得广大的好评 还获得了科幻奇幻作家协会的新领奖和余果奖 被称为是史上最伟大的科幻小说之一 小说出版后也马上有制作人看上了它 想要把它拍成电影 但故事内容太庞杂了,很难改编 经过了几次失败 一直到1984年才由大卫邻区导演拍出了《沙丘魔宝》 但电影及口碑都很糟 糟到大卫邻区导演也不愿意承认那是他的作品 那之后《沙丘》也有改编成电视剧和开发成游戏 但三十几年来 想拍成电影的制作公司 制作人和导演一直都有 但是电影版就一直都没有成型 直到了2019年《沙丘》电影版 才由导演丹尼·维勒纳夫指导开拍 也在今年顺利上映 所以《沙丘》电影的成型之路真的不容易 也引来大家的关注和期待 好的 这就是我看电影之前对《沙丘》的了解 所以也让我更想知道《沙丘》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 用电影的方式呈现是否能够引人入胜呢? 接下来我要说的内容会剧透了 已经看过电影 或想要了解小说如何改编为电影剧本的朋友 请往下继续听 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 一起来探讨 说真的我看完电影后 并没有感到多大的震撼 激动或是耳目一新的感受 而且我看的还是IMAX版 但不得不说沙漠的那一套真六幅和口罩 非常适合现在的疫情与气候 看完电影 能够了解到电影故事 是在介绍两大家族的渊源 和被刻意制造的两家族的过节 皇帝要求亚崔迪家族接管沙丘星球 表面是要避免珍贵的香料资源被残暴的哈肯能家族垄断 实际则是要打击贵族间声望越来越高的亚崔迪家族 所以亚崔迪家族的领袖雷托公爵就被设计杀害了 他的儿子保罗一夕之间长大 那他承担起家族继承的责任 那他和母亲流亡在外 他被当地人视为未来的救世主 但又受到部分的人认为 其实是要来抢夺资源的异星人而被抵制 那电影最后弗雷曼人的领袖接受了保罗 但未来保罗要如何适应这个看似贫瘠的沙丘星球呢 以及他真的是他们的救世主吗 能够带领弗雷曼人一起对抗哈肯能家族吗 那他会把沙丘星球带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呢 虽然电影官方还没有证实会有第二集 但就故事结束的地方看得出来下一集才是最精彩的 所以这部电影只是前传 介绍家族间的来龙去脉及两家人结下了梁子 高潮是未来保罗要如何适应沙丘这个新环境 如何报家族仇恨 带领弗雷曼人改革 或许还要推翻皇帝 推翻他操纵一切的权利 所以反而让人期待下一集导演会怎么说故事 那看完电影后 我习惯会分析拆解电影 那分析的方向可以很细 但最基础我会从创造性 艺术性和代表性这三个方向来拆电影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从创造性来说 家族氏族的仇恨在很多电影里都看过 人性的权力欲望的故事也到处都有 男主角背负着家族的仇恨 要如何在新的环境担负起他继承者的责任 这种故事也听过看过了 所以对没有看过沙丘小说的人来说 也就是我 那我就是把它当成一部新的电影来看 但电影故事或是叙事手法 镜头语言特效技术 却没有让我觉得有新意 那有些部分甚至觉得有点可惜 像是雷托公爵死于自家人的陷害 就是自家医生的陷害 那这个陷害设计的有一点勉强 因为岳医生的老婆被哈肯能家族抓起来虐待 岳医生认为只要为反派暗杀雷托公爵 就能够救回老婆 其实想也知道 厉害的反派怎么可能会留下任何对方人的活口呢 所以这个理由非常的牵强 那当然岳医生呢 也不是单纯的相信对方 他还是有为雷托公爵预备一颗牙齿 让他可以与哈肯能男爵同归于尽 然后也为保罗预备了他父亲的遗物 而岳医生被带去见男爵时走在长廊上的那个表情 状态也像是要去赴死了 所以岳医生在陷害雷托公爵的那个部分 就设计的其实很牵强 那再来雷托公爵赤裸的躺在一张长桌旁 那长桌的另一头是哈肯能男爵呼噜噜的在 在吃着不知道什么血肉模糊的东西 那当然这是要凸显男爵的残暴 雷托公爵的死状非常的牺牲又很侮辱 所以这个这个场戏对观众来说视觉冲击很大 但在戏剧上来说却没有达到目的 大家知道雷托公爵死了 保罗也是拿到父亲的戒指知道父亲死了 但岳医生的背叛与父亲屈辱的死状 若是让保罗知道这个对保罗的打击会更大 戏剧冲击会更大 那他内心的良善对人的信任与爱 和为父亲为家族报仇的恨 会一直在心中纠结 一直交织在他迈向英雄的道路上 所以这段哈肯能男爵直接对上 雅崔迪家族首领的戏 是这部电影的高潮 也是促使保罗之后故事发展的动机 所以戏剧情节没有用到位 有点可惜 那再来看艺术性 视觉的设计有他的美感 不管是他们搭的飞行船还是穿着 都偏简约冰冷 到沙丘星球后就是暖色调 那但雅崔迪家族的简约冰冷风 一直会让我与哈肯能家族的暗黑风搞混 因为太相似了 另外巨大的飞行船的设计 没有让人觉得眼睛一亮 可能也因为我已经被各个未来电影 所设计的世界给味道胃口变大了 所以觉得飞行船的设计倒是还好 倒是蜻蜓的飞行船很有意思 它让人觉得未来的世界应该是更文明 移动的方式应该是更科技的 但事实是未来的人类 就是故事中未来的人类 其实是回到封建原始的状态 所以这个像蜻蜓的飞行器 其实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证明 那再来是沙丘一望无际的 这个画面感很壮丽 就是给我的震撼还是很大 因为我也到过沙漠拍摄 知道那一望无际给人的那种开阔 但是却又无聊无助的感觉 但是我还是在艺术呈现上 有一些觉得不解的是 人类经过了八千年 为什么没有外形上的进化呢 之后简单了解了一下故事 说是沙丘星球上的弗类曼人 其实皮肤是粗厚的 但是在电影里去掉了 可能也是因为美感和艺术要求 所以改为穿真六服 但我觉得这个真六服的设计非常的好 非常的符合时代感 也符合我们现在观看的那种感受 觉得非常的应景 但其他的人种的外貌 为什么没有过多的进化呢 是因为这样子的外表 已经算是优良 最优良最适合生存的吗 不知道耶 可能原著中也有说明吧 之后我也会去看小说了解 最后是代表性 这部电影具不具有代表性 在题材改编上 电影语言上 影像技术上 视觉风格上 算不算有代表性 或是作为一个时代发展的代表电影 那我觉得其实还不具有代表性 《沙丘》这部电影 它是科幻电影没错 但它还不到带领科幻电影 进入下一个发展的代表作 所以整体下来 我觉得电影四平八稳 与其代值有一些落差 所以我也纳闷了 为什么《沙丘》小说会得到这么多的赞誉 我搜索 大概了解了一下《沙丘》小说的内容 其实小说提到的概念非常的前卫 作者预示了未来的人类 会因为过度开发 与科技超越人类的极端问题 然后与机器人爆发了末日世界大战 那在末日之战后 存活下来的人类 决定不再使用AI技术 要回到原始的生活 那时的人类其实已经来到了宇宙 已经不是以国为单位了 是以星球为单位 所以每个星球都有一个贵族掌管 那这个贵族又听从于最大的主宰者 也就是皇帝 所以人类是回到了由皇帝的封建帝国的制度 那因为要在宇宙中生存 所以进化出了三种人类 一个是负责用光束穿梭到不同星球的人 有点像是太空船的机师 那一个是可以用大脑去运算计算东西的生化人 有点像是一个国家的军师一样 那另一个是会使用魔法超能力的女巫 那她们的女巫的目的是要培育优良的人类 所以每个星球都有这三种人 而培养他们这些特别的人类 就需要一种特别的物质 就是香料 那香料主要是作为太空船的燃料 那用在人身上呢 就能使人变得金刚不败 那这个香料的出产地 就是沙丘 所以很多人对沙丘虎视眈眈 但沙丘不好生存 而且又被黑暗的恶势力的家族把持住 那故事了解到这里 也就知道其实香料隐喻的就是石油 那石油控制着各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所以小说的故事很庞大 很庞杂 隐喻的很有深度 除了提到科技技术 政治经济 宗教信仰 还提到了环境生态的问题 感觉就是一个人类的未来史 反倒了解了小说的大概 我就更想要看沙丘的小说 所以这也很有意思 看完电影反而想看小说 觉得小说的故事更吸引人 或许这也是一种营销手段 就是看完第一集电影后 因为落差或是各种的回想 反而让人想看小说 然后看完了小说 进入了沙丘的宇宙世界后 就会期待下一集的电影 会拍成什么样子 这样的宣传操作 也是一种方法 但总的来说 沙丘这部电影 在故事改编上 有点可惜 可能导演 制片人 片商 想要忠于援助 因为这可能是导演小时候看过 很多人小时候看过的故事 带给他们了很多 无限的想象和未来 那在1965年来说 沙丘这个故事确实很超前 很多概念议题 对未来世界的变化 及影响有很深的预测 但时过境迁 当时觉得小说超现实的部分 现在可能慢慢都变成现实了 这么想来其实还有点可怕 所以忠于援助 也需要在对的时机上 若这部电影早在十几年前完成 可能会有更大的回响 那要符合现在市场 可能就需要结合 更多导演的创想 所以我还是非常期待 电影沙丘第二集 导演会怎么来演绎 这个故事 我周围很多的朋友 其实在看这个电影之前很纠结 要不要先了解故事 再来看电影 觉得没有看过小说 会不会就看不懂电影了 那看不懂电影 就浪费了这部电影呢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这么严重 看不懂也没有什么 不对 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以前很厉害 很有创造性 艺术性 代表性的电影 我们不也就直接去看电影了吗 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 先往上做功课 了解故事 再看电影 而且导演和作家创作的领域 本来就不同 用的语言也不同 一个是用文字创作 一个是用镜头创作 一个同一个故事 给一百个导演 会拍出一百部电影 给不同的观众看 会有不同的领悟 所以小说 《沙丘》是作者 法兰克·赫伯特的作品 但电影《沙丘》 是丹尼·维勒纳夫导演的作品 那我在看电影之前 没有过多的了解故事 就是想要对故事 保持一个未知的状态 去看这部电影 因为我想要看导演 如何用他的世界观 如何用他的方式 来诠释《沙丘》这个故事 我看完电影后 能不能够理解导演的用意 通过电影 导演能不能够带我 去看到一个新颖的世界 让我获得一些新的领悟 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看电影的目的 所以其实不用想太多 想看就赶快去看 不用纠结 反过来说 如果先了解故事背景 再看电影 是一种行销手法的话 电影与新媒体的结合策略 倒是可以先有几支 官方出品的短视频 先说明故事 这么庞杂的背景 人物关系 可以用动漫的方式呈现 或是导演演员讲述演述的方式 结合筹备的设计图 或是想一些新颖的方式 与观众互动的方式 作为电影的前导片 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多YouTuber 主动自主的在做了 但是官方出品 必属佳品 所以由官方统一宣发 与电影有一些呼应 有一些一致性的话 我觉得能够更好地去积累 观众对电影的好奇心 对片商的好感 那在看完电影后 我也有一些想法 如果这一部沙丘电影 是直接从精彩的部分开始呢 而不是按照原著的时序 将来龙去脉先做说明 而是直接从精彩的部分 也就是这部电影结束的部分 先作为开始呢 就是我们把电影的排序颠倒一下 把下一集作为第一集 这样会不会更好呢 也就是第一集 直接从保罗和母亲 在沙丘星球流亡在外 想办法要获得弗瑞曼人的信任 然后他们与凯恩斯博士会合了 研究如何保护沙丘 保护香料 并开发沙丘上的生态 那过程中保罗遇到 各样的状况与考验 那也有女巫从中作梗 那可能还有与母亲的一些纠结 那在过程中 保罗与切尼的感情 也从质疑到信任到相爱 那保罗的眼睛 渐渐从白色变为蓝色 那他也越来越成熟 也慢慢熟悉沙丘的一切 能够自由在沙丘行动 最后保罗领导弗瑞曼人 战胜哈肯能家族 下一集再说回到前传 保罗为什么会走上这样的路 原来保罗为父亲 为家族为梦中的引领 而来到了沙丘星球 那这一切其实都是皇帝挑起的争端 皇帝要削弱亚崔迪家族的势力 所以他暗地的协助 哈肯能家族杀灭亚崔迪迪家族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一集的故事 那在下一集 也就是第三集 保罗就要对抗真正的大boss 星际皇帝了 故事有很多种说法 这也只是我简单的一个设想 所以接下来我会去看沙丘这部小说 去感受作者的创造力 和各个导演制作人 为什么钟情于沙丘 那沙丘的魅力到底在哪 小说要如何改编成电影 如果你是制作人 是导演 你会怎么安排呢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从这些角度来思考看看 那以上是我看完沙丘后的观后感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言 我们一起来探讨 谢谢你收听目前幕后那些事